主料,马蹄粉,主料,冰片糖,清水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一份马蹄粉加3分水搅拌成马蹄姜,一份冰片糖加3分水熬成糖浆,反用逼大概是0.5分,啊哈哈,糖浆熬好时掉成小火,加入几大勺马蹄粉粉浆,搅拌成冻状,关火,倒进全部倒进马蹄粉粉浆,搅拌成半生不熟的冻状, 容器里抹油,将搅拌好的马蹄冻到进容器里,上气蒸25分钟,搅用电发火蒸底,火力小,稍微慢点,猫猫用大火蒸20分钟就可以啦,烹煸技巧,蒸熟之后要晾凉化,别跟烦一样心急,马上被倒扣出来,结果,结果,结果,汗,爆汗,瀑布汗,成吉四汗,苍天,好大一坨地猩猩,哦, 还好,还好,反正马蹄浆还有好多,这会可不心急了,蒸好之后,凉凉,感觉的水分好像少多了点,于是又放冰箱里,冷藏了一下下,大概两三个钟头,这下拿出来,皮皮多拉用小刀切片,尝一口,呃,凉凉低,软软低,好轻,而且不甜, 卡卡,马蹄低,轻香很不错的,不过,众多食客,其实也就两人品尝了之后,都说不够甜,没办法,谁让那众多食客都偏炮甜食也,下次,下次,顶多拉就一比一比六啦,美妈,去蒙白墙口,要不小美带老哈,生月快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